微软的XSS怎么买 首先说为什么要买 适合什么样的人买 如果你是学生 预算少 又想玩3A大作 画面好的那种游戏 目前来看XSS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因为它的硬件价格低 可以接电视 也可以接显示器 还有便携屏 另外它的游戏也便宜 单独买游戏便宜 买会员游戏也便宜 一年的XGPU差不多是200块钱 这是老用户的价格 三年的XGPU 大概是500块钱 到PS5那儿 一年三档会员就要500多块钱 另外一个比较新的PS5游戏 也得五六百块钱 所以说这个价格XSS 还是挺不错的 挺诱人的 下面说说XSS多少钱怎么买 首先我先说一下上限 是2099块钱 这是国行的版本 从微软的官方商城购买 这个绝对买不了假货 而且是有发票的 主机两年质保 手柄一年质保 国行的XSS是可以解锁区的 解锁之后可以玩港服或者其他服的会员账号 下面说一下下限 只需要花1300块钱 可以买一个二手的日版 大概95到99新 这个价格是没有手柄的 因为手柄是销后品 建议自己买一个全新的400出点头 或者买一个第三方的 应该还有其他别的选择 从下限1300到上限2099 中间还有很多别的选择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很常见的一个就是 从咸鱼买别人年会发的礼品 最近这几天 我到咸鱼经常蹲 看到的价格应该是在1900的样子 1900块钱国行全新 也就是说比自己 从微软官方那买便宜了200块钱 但是这个不中有 另外价格可能会高一点 可能会低一点 其实我们买游戏机 不管是PS5还是XSXXSS 都和手机一本电脑 购买方式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可以到拼多多 天猫京东上面去买 最近我也看了一下拼多多 但是目前XSX是没有百亿补贴的 另外价格也不好 这个要看机会等待时机 特别是在618双11大醋的时候 可能会便宜一些 下面再说说天猫 我最近看到的日版的全新的价格 是1820块钱 可能是现在刚过完年 各大商家库存不足 价格也不是很低 可能等到618会更好一些 京东有很多海外店 各位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你甭看它标的是1700块钱 或者1600块钱 当你点击购买 进入订单结算界面的时候 一定要看有没有税 一般这种2000块钱的机器 会有一个190块钱左右的一个税 加上那个税 这个价格就变1900多块钱的日版了 另外还要注意一下 有的海外店铺 它是直游的 至少要等个半年 这个我不太建议 因为中间的麻烦事很多 不可控因素很多 最好是买在国内仓库的 另外还要买没有税的 像上面说的这三个价格也不是很稳定 具体得长时间关注 但是价格基本在1700左右 我之前看过很多评论 他说他花了1600块钱 在咸鱼上买到了全新的XSS 像这种评论我不止看到了一个 估计只有极个别的人才能碰到 可遇不可求 这个价格和我们普通人没关系 各位也不要觉得酸 那我会买哪个价位的呢 我可能会买2099的 未准官方商城的那个版本 或者买1300块钱的 二手的日版没收饼 因为我有收饼 但是这俩只差了800块钱 一个全新的收饼还要400块钱 也就是说只差了400块钱 这就让人纠结了 再看看吧 下面说一下 什么人不适合买XSS 因为XSS属于目前 新一代主机的一个低配版 其实它和微软的XSX 还有PS5是同一时代的游戏 一般新游戏都是支持的 它不像上一代的那个天蝎座 另外它的价格和真天堂switch 价格几乎是一样的 我说的是日版 国行switch它是另外一种存在 我们不算它 但是XSS 它比同价格的switch 玩游戏的画面要好很多 但是它的硬盘空间小 如果扩展硬盘 价格可能也会贵一些 等等吧 还有很多相关的问题 这个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 如果你特别想玩战神 神秘海域 还有马里奥 塞尔达传说 就不要考虑XSS 但是如果你想玩双人成型 想玩地平线赛车5 再试试目前发布的一些 全平台的新游戏 包括射击游戏 赛车游戏等等吧 还是可以考虑这个 比较廉价 性价比比较高的方案的 以上是我给各位的一些参考 因为我最近也想买 所以说做了一些研究 欢迎关注小白宝箱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